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 这里是思想的盛宴 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今天的晚清人物系列 我们将会为您介绍的人物是左宗堂 在左宗堂生前 曾经有一位友人为他写过一首诗 诗的内容我记得大致是这样的 大将筹编 尚未还 胡乡子弟 满天山 心灾阳柳三千里 尹德春风 杜玉冠 这首诗所描写的 就是当年清政府收复了新疆之后 当地百叶兴旺的景象 的确 我想很多熟悉历史的朋友 可能都会知道 在一百多年以前 在新疆这一片 占据了中国领土六分之一的广袤土地上 当年正是因为有左宗堂 这样一位老臣的坚持力争 才得以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那么今天 当我们回顾历史的长卷 当我们去重温左宗堂荣马一生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去解读 这样一个狂傲 张扬 而同时一生都是在为正而活的文人 又应该如何从现代的角度 去理解它的价值观 今天的世纪大讲堂 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中国人民大学青史研究所教授 杨东良先生 欢迎您 您请坐 首先我们还是通过大屏幕 一起来认识一下杨东良先生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出生在湖南岳阳的杨东良 虽然早年跟随父亲举家搬迁到了北京 并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中大部分的岁月 然而洞庭秋月 肖像夜雨 江天暮雪的岳阳文化精髓 似乎在杨东良的思想和文化体系中 画下了不可或缺的一笔 这一点 直到他成为中国人民大学青史研究所的一名研究生 开始专注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之后 一向对历史人物颇感兴趣的杨东良 立刻对左宗棠这位湖南老乡一见倾心 他从1979年初就开始对左宗棠其人其事 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详细查阅和钻研了大量左宗棠的相关史料 并完成了二十余万字的左宗棠评传 突破了早期学术解 忽略左宗棠收复新疆 新办洋物 开发新北的积极历史作用 并对左宗棠的历史功过是非 做出了全新的评价 您为什么会对左宗棠这个人物特别的感兴趣 他身上什么地方吸引您了 我觉得他最吸引我的这个地方来讲 就是他收复新疆的这一段历史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近代史上 那么新疆曾经沦陷了十几年 如果不是这次西征 收复了这个左宗棠西征 收复了新疆的话 那么我们今天可能会有六分之一的领土 不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之下 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版图 而且呢 我想因为新疆 它不仅仅是面积大 是吧 地下还有很丰富的宝藏 它会对于我们中华 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 是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后进作用 但您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包括开始关注左宗棠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 正好是七十年代末 那个时候刚刚文革结束 其实整个大环境还是相对比较特殊的 做这样的历史研究会不会有一些困难 我想因为主要就是 当时对左宗棠这个人物如何界定 或者我们换句话来讲 怎么去评价的 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文革以前 包括文革那就是更是登峰造极了 对左宗棠这个人物是基本否定的 主要是因为它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 它又镇压了 参加了镇压缅军的起义 这个这样一点就很必然的 把它打入令策 就凭这几条 它就不会反省 也就是当时对它的评价是完全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对 那您当时 那它就是一个有人把它叫做是自民得意的屠夫 镇压人民起义的柜子手 根据您的研究 我想您可能会得出一些不太一样的答案 1984年的时候呢 那当时对左宗棠的研究呢 已经开始突破了进去 也就是说对左宗棠他的这个正面的肯定 已经有些文章发表了 当时呢 在84年是开了两个会 在南方 一个会呢 是在苏州开的 就是左宗棠的研讨会 还有一个会是在京华开的 是在浙江开的 这个会呢 几乎是同时 这两个会几乎是同时开的 但是在苏州的那个会议上 是基本肯定左宗棠 在京华的那个会议上 是全面批判左宗棠 一个人物 几乎是同时 在两个不同的地点开了两个会 那么 他们的这个基本的意见是 坚然相反 那么在苏州这个会议上来讲呢 我想大家已经 比较摆脱原来的有些 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那么开始呢 有了自己的一些这个提法 在这个会上呢 我想我也提供了论文 也发表了我自己的观点 的确从70年代末期开始 一直到现在二三十年的时间 我想杨农梁先生一定是有很多的心得体会 关于左宗棠他这一生 关于他的历史评价 关于他的业绩 也关于他可能一些对历史的进程的一些负面影响 我想接下来呢 就请杨农梁先生一起和我们来分享他的研究心得 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 晚清人物系列剧左宗棠 有请 我想啊这个 我记得我不久以前曾经看过一个资料 这个资料呢 曾经报道了这样一个信息 美国的新闻周刊 在这个2000年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 他的第一期有一个栏目 这个栏目呢就叫做千禧年一句话 他一共是刊载了最近一千年 就近一千年 最近一千年 全世界的四十位叫做智慧名人 这全世界四十位的智慧名人中间 取了中国三位 这三位呢 一位是毛泽东 再一位呢 是成吉思汉 第三位呢 就是左宗棠 那么作为智慧名人 左宗棠的智慧 他具体的表现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左宗棠 他是中兴清朝的明臣 这是一个明呢 是吧 他是 求强 求富的明贤 这又是一个明 然后呢 他也是 抗敌 欲辱的明将 这是第三个明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一身清廉的明画 我想用这四句话 可以概括一下 左宗棠 他这个被人家列为智慧名人 所以我先讲第一个问题 就是中兴清朝的明臣 那么左宗棠所生活的时代 当时清朝的这个统治啊 已经是病入薅荒了 他是处在一种封建的衰势 有人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描绘 就是说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 日之江戏 悲风奏起 那么当时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社会画面 是什么呢 那就是土地坚病严重 同时来讲呢 社会的风气败坏 再也就是军队的腐化 然后就是灾害的拼扰 自然灾害非常多 同时很自然的就是明辩四起 到处老百姓起来反抗 那么面对这样一种封建的衰势 左宗棠 他却想做一个挽狂难于祭祷的风韵人物 这是左宗棠的报复 在咸丰的二年的秋天 他首先是进入了湖南巡抚的幕府 当时湖南的巡抚叫张亮基 因为张亮基是绝对信任他 把所有的权利都交给了他 那么但是呢 他在张亮基的幕府里头待的时间并不长 只有六个月 后来呢 他就退出了这个幕府 因为张亮基调走了 不久来的新的巡抚叫洛宾张 再一次去聘请他 据说是有三次请他出身 那么他后来又出来了 在洛宾章的幕府里头 他一共待了六年 他这六年里面 当然主要是参加镇压太平天国 镇压太平军 那么他在湖南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想我只引一句话 有一个官员叫潘祖英 曾经讲了这么一句话 叫做什么呢 他说国家故不可一日无湖南 就是国家不能没有湖南 湖南是我们一个省 湖南不可一日无中堂也 那么湖南呢 一天也不能少了左中堂 左中堂呢 他自识自己啊 看自己比社会评价更高 左中堂呢 自比诸国亮 他这个人是这样 他不但说是自比 他到处讲 包括给朋友写信 都署名什么呢 不说他自己的名字 署亮白 诸国亮跟你说话 自是非常有才 所以有人说他是自大狂 说他自大狂 他确实有本事 有本力 最后啊 这个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了 这个联军的起义也被镇压了 所以啊 才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心的局面 那么左中堂也就成为中心清王朝的民臣之一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我想讲一讲 他是求强求富的民贤 那么近代的中国历史啊 面对列强的入侵 面对啊 这个山河的沦丧 面对贫穷落后 一些人人志士 先知先觉 走上了求强求富的道路 那么左中堂就是为中国的富强而奋斗的人人志士中间的一个 他曾经打过一个非常形象而生动的一个比喻 说彼此同以大海为例 那么西方他们也靠近大海 他们可以以大海作为一种优势 我们中国也靠近大海 我们也可以从大海中啊 去找到对我们有益处的东西 所以彼此同以大海为例 敌有所邪 西方人 西方列强 他们有所仗势 我独无知 而我们却没有 所以他下面讲 犹如渡河 就好比他打了个比方 就好比是过河 人跨中而我杰伐 那么人家 坐的是船 是一个大船 而我们呢 却是坐着一个木牌子 是吧 风浪一吹 风浪一吹 可能就翻了 然后他又做了一个比喻 譬如 譬如石马 又比如说骑马 人跨峻 而我骑驴 是吧 那么他骑的是一匹骏马呀 千里马跑得很快 可是我们呢 骑着一个破驴 慢慢腾腾在后面走 最后他有一个问句 可护 可以吗 可以这样做吗 永续这样吗 当然我想 结论是非常明确的 不能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 那么 左宗棠 在福建的福州 这个马尾这个地方 创办了 我们中国 近代中国 最早具有现代意义的造船厂 这就是福州船争取 这是我讲他求腔求腹的第一点 这主要是求腔 那么求腹 我们说更多的是体现在 办了兰州机器制泥局 实际上是左宗棠时代的开发大西北 机器呢 都是从德国买来的 兰州这个西北地区 办一个现代化的制泥厂 一个纺织厂 应该说 这可以说是一个创业 或者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 因为它一个方面 可以说它是西北地区民族工业的难商 另一个方面呢 可以说它又为西北的近代工业的发展 培养了技术骨干 所以这个 当然这个厂子呢 也是多灾多难 几度停吧 但是一直到我们新中国建立 当时的兰州第二毛房厂 根据调查 还曾经就是在原来左宗棠办的这个企业 最后留下了两台顺毛机的基础上 当然 左宗棠的一身最得意之笔 或者说为后人所永远怀念的事业 还是他挥格西指收复新疆 正是这样一个状态 使得左宗棠名垂青史 光照后人 成为晚清抗敌欲辱的名将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当时左宗棠可以说是排除了种种的贤阻 以边荒监据为己任 必然出兵 收复了沦陷达十四年之久的新疆地区 这样就为我们祖国保出了一片大好河山 他那一种雄官亲筑御门官 不展楼南中不还的 这样一种万丈豪情 至今仍让人们感叹不已 我们都知道新疆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就是我们中国的土地 他同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 都有很多很密切的联系 在同治三年的时候 也就是1864年的时候 这里爆发了反清武装斗争 这个时候新疆的局面比较混乱 这样就为中亚地区的一个浩瀚汉国的一位军官 叫阿古博 这样就为他和沙皇俄国提供了一个入侵西疆的这样一个可乘之计 从而也就出现了当时震惊全国的边疆危机 阿古博入侵新疆之后 先后占领了卡什卡尔 还有包括叶尔江 包括和田 阿克苏 库车 一直到同治的九年 也就是1870年的秋天 攻下了达坂城 同时呢 也攻占了吐鲁番 和乌鲁 包括后来又占领了乌鲁木齐和马拉斯 也可以说 当时啊 他已经占领了我国新疆的大部分土地 另外一个方面呢 沙皇俄国 也开始呢 占领了我国的伊犁地区 那么深疆问题之所以非常严重 还因为当时英国和俄国的插手 这个阿古博占领了新疆的南部之后呢 他们都想控制阿古博 利用阿古博 通过阿古博之手 去侵略中国的土地 那么就在西北的形势 鸡鸡可危的时候 左宗棠呢 以垂暮之年 必然承担起收复新疆的重任 他说 今既有此便 这个主要是指的当时伊犁 就是沙皇俄国占领了伊犁 今既有此便 西固正印 西边的情况 非常的繁忙 危机啊 四伏 断难巨猛退治 在这个时候我绝不能退下来 我绝不能告老还乡 绝不能不管 当与磁罗周旋 我一定要和这个强盗周旋到底 表示了他这样一个抗额的决心 那么对于新疆的问题 当时清廷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这就是持续了几个月的所谓海防与赛防之政 李鸿章是坚决反对出兵的 李鸿章的论据是说 论中国目前之力量 实不及专顾西域 他说我们现在力量够不上 西域就指新疆了 我们不能全力以赴的去对付解决新疆问题 力量不足 而且他强调 他说现在海防重于赛口 所以呢 他认为新疆不富 于肢体之元气无伤 不收复新疆 就比如一个人 对我们不会大伤元气的 徒收数千里之矿地 如果就占我们打胜了 真把新疆收复了 那也不过是白白收回几千里的无用之地 不毛之地 矿地 而征千百年之漏之 反而呢 这个地方收回来对我们没有多大价值 可是呢 我们花了大量的钱 我们财政很困难 这得不偿 那么左宗棠的意见 和他们是针锋相对 左宗棠 他一个方面强调 海防赛防 二者并重 左宗棠说 我并不是反对加强海防 海防也应该加强 但是有一个时机的问题 现在的时机是什么呢 现在海防并没有打仗 海防呢 也没有哪个国家来进入 可是西边不一样 西边我们是大片的国土沦丧 因此 我们首先要解决 西边的问题 首先要收复新疆 这是左宗棠的一个基本观点 这场争论呢 它的结果 它的结局 是清朝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 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 督办新疆军务 让他指挥大军 出入国外受命 那么左宗棠受命之后 他马上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当然首先来讲 他是要整顿 就是要整顿军队 他还要做三件大事 这就叫愁粮愁想愁转运 我们过去有一句古话 叫做什么呢 大军未动 粮草先行 那么 所以呢 当时几万大军 西征军几万人 要采集粮食 不是个容易的事 他不是几个人 几百人 几千人 几万人的粮草 而且这里面 你还不能任意的采购 你把粮食都采购了 甚至高价采购 采购的老百姓都没有口粮了 老百姓吃什么 是不是 所以他还提出来 要处理好 冰食和冰食的关系 最后 左宗棠筹几了 四千万斤粮食 然后逐步的把它运到前线 当然凶西北用兵 我们还谈到 自然条件非常的恶劣 满载军粮 你要运到前线去 你接接转运 用什么运 当然是用身后 用骆驼 用驴马 甚至于有的时候 人民自己 老百姓自己背着 而且包括当时的出关作战的战士 每个人都要除了带着武器以外 还得扛一部分粮食 自己得背一部分粮食 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他左宗棠是在西北地区 集中了五千辆大车 五千五百坨的头的驴和螺 另外还有两万九千头的乐腾 来运送这个 当然不仅仅是粮食 军粮 也包括武器装备等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钱 当时中央财政危机 地方财政困难 没钱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左宗棠提出 那没有钱 我们就借钱 借什么钱 借外债 跟外国人借 大家想 洋人的钱是那么好借的吗 人家知道你要打仗 知道你要花钱 是吧 因此把利息定得很高 利息高达一分二厘五 可是当时英国和法国 他们平常贷款的利息是多少呢 大概是三点五厘到四厘之间 这不是高利贷吗 这就叫寸火打结 这么一个高利贷借不借 左宗棠说借 为什么 如果不借 新疆就收不回 部队就没法出关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因此咬着牙也要借 当时的申报 上海的申报 发表了一篇评论 批评左宗棠的借外债 高利借外债 说他是宛肉补疮 说他是饮鸩止渴 左宗棠也非常的难受 他曾经给朋友写信这么说 他说 服用钉 而致借想 由于要打仗 要去借钱 借想 而一级洋款 借钱还借到洋人那去 他下面说 养鼻戏于洋人 依赖洋人 岂不敬也 岂无耻也 存知罪也 他说我给洋人借钱 这是我的罪过 这是无耻的事情 无耻归无耻 借钱还得借 是不是 不借怎么办 大家说怎么办 那么最后 那么清朝政府批准左宗棠 借了五百万两的败债 同时呢 又要求海关 各个海关 划拨二百万两 中央的财政 解决三百万两 给左宗棠 凑足了一千万两的军费 这样 钱的问题 算解决 筹想的问题 算完成 那么 左宗棠 收复新疆 他的基本战略 叫 先北后南 缓进速战 所谓先北后南 是指的先打北疆 后进入南方 为什么 因为当时北方是敌人的薄弱环境 敌人的主力在南方 所以他先打容易打的 然后击中力量往南打 缓进速战 就是打仗的时候 不要忙 不要着急 一定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一旦准备完了以后 马上 打几点 打起来就要快 不能慢慢腾腾 没打之前 要做好充分准备 在这样一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 左宗棠 这个战斗是进行的非常顺利的 很快就占领了 就是收复了 这个北疆 乌鲁木齐 又通过打板城之翼 最后收复了南疆地区 那么南疆收复之后 所面对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就是收复毅力 收复毅力面对的是沙黄俄骨 当时清朝政府 首先派了一个谈判代表 叫崇厚 签订了一个 叫做吉瓦 吉瓦利亚条约 这个条约来讲 就是 等于是 没有打仗 叫各地赔款 那么后来呢 又派了曾继泽 去改定条约 当然这种改定条约 这种外交斗争 必须要由武力为后盾 所以当时左宗棠 做了充分准备 他自己分兵三路 准备去收复伊犁 他这次出关的时候 因为左宗棠 已经是高龄了 将近快七十岁了 这个身体又不好 在银杖里面还吐血 所以呢 他也为自己的后事 做了准备 而且当时他就 这个所谓叫做 雨衬出关 我们就抬着这个棺材 那么出了嘉雨关 也就是说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 准备 战死 那么在左宗棠 那么在左宗棠 这样一种军事备战的支持下 那么曾记者通过了外交斗争 终于修改了条约 增回了一些权益 在一百多年前 有一个美国人叫史密斯 他在1890年出版了一部著作 叫做中国人的器具 在这本书里头 他高度评价了 左宗棠收复新疆 他是这样说的 说左宗棠的龙肯大军 彻底完成了他的史密 其伪迹 可以这样评价 在任何现在国家的史册上 都是最卓越的 那么左宗棠 他的部下杨昌晋 也曾经殷尸一首 歌颂收复新疆的功绩 这就是子墨在一开始里面 所念的那首诗 这是我们经常讲到了 大将筹编尚未还 胡乡子弟满天三 心灾阳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渡玉观 所以说我们说西征的 可以说是清朝大军 西征的清朝大军 正是圆着夹到成阴的左宫柳 把春天带到了边疆 让春风吹到了玉门观外 我的想法就到这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杨冬梁先生给我们做的演讲 刚才您在演讲当中呢 也谈到了在战和和的问题上 其实左宗棠和李鸿章 总是有着不同的意见 那我们也知道 左宗棠和李鸿章 这两个人物相比较呢 还有很多的不同 比如说左宗棠他这一生官是一品 但其实一直是非常的清廉 这一点就和李鸿章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想请问您 他的这个围观之道 您认为他是一种围观的策略呢 还是说是他的一种性格使人 我想他这个围观之道并不是一种策略 而是发自于他的本心 他自己对这些问题 他就是这样看的 他对于当时的一些贪官无力啊 是非常痛恨的 这个他追求的是一组所谓的亲民的政治 左宗棠曾经有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呢 有一次遗产分割的问题 他当时给他的几个儿子讲 他说我这一辈子 那么只有两万五千两银子遗产 可以分给你们 有五千两分成五份 有五千两一份作为公产 其他四个儿子每人一份 一份是多少钱呢 五千两 但是我们知道 我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李鸿章 李鸿章的遗产据说有四千万两 当然也有一种保守的估计说有几百万两 即使是几百万两的话 我们和左宗棠的两万五千两相比的话 那也真是小屋间大屋 一般我们都知道 当腐败或者贪污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 可能成为一种潜规则的时候 你生存在其中就要遵循这种潜规则 那么像左宗棠他这样不愿意去同流和污 独善其身 他怎么样在这个官场当中生存 是什么能够维持他 一直能够在官场上持续了这么久的时间 首先我看还是凭他的实力 凭他自己的奋斗 是吧 就是别人觉得是不能取代他的 有些是需要他去做 人家也想取代他或者想不用他 但是不用的结果并不好 这样一个传言 虽然说是传言 但是呢有的史书都是把它记录下来了 就是说左宗棠西征回到了北京以后 他被阻在了门外 不让他进北京城 原因是什么呢 他没有去给这些官员们去行贿 因为他本身就不行贿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没有行贿 人家就马上要给你脸色看 后来呢 他就住在城门外 据说就不进城 这怎么办呢 斯西太后还要召见他呢 是吧 最后嘛 据说公秦王 这个这个这个王爷 就做了一个折衷的方案 就说好吧 那这个钱由我来替你付了 我们还有一些网友 可能也想和您请教一些问题 有一个网友的名字呢 叫做我考我考 我考了十六载 他说听您演讲 有关左宗棠的这个故事呢 就让他想起了 刚刚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这个导演大奖的李安 他说李安呢 曾经有六年的时间住在纽约 一直是靠他的太太来养活他 那像左宗棠呢 他也是大气晚成 在四十岁的时候才入了仕途 所以他就想请问您 左宗棠身后的这个女人 到底是什么样子 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趣事 有什么样的感情 请您和我们讲讲 这个大家都知道 左宗棠的夫人呢 姓周 我们叫周氏夫人 左宗棠我们刚才也说了 她是倒叉门女婿 她家里很穷 没有钱 她就遭罪到周家去了 周氏夫人她自己本身 应该说呢 她也是个诗人 是个女诗人 她写了很多的诗 但是周氏夫人 两口子年轻的时候 彼此有时候也要开开玩笑 周氏夫人也要讽刺她 说你太自大 太骄傲 在这个左宗棠 屡事不地的时候 周氏夫人也鼓励她 说你是完全可以 将来有朝一日 因为你有这个才干 有朝一日 你是会给国家 做出更多的事情来 另外我们这边呢 还有一个网友的名字叫做 喜欢吃公报鸡丁的小新 其实他这个问题呢 可能比较有意思啊 他说他曾经在国外留学 看到很多中餐馆的那个菜单上面 公报鸡丁翻译成了英文之后 实际上直译是左宗棠的鸡 那这个事情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典故 是这样 因为这个左宗棠呢 他喜欢吃鸡 而且呢 这个鸡呢 往往他这个做法 他有一个厨子 他这个厨子给他做这个鸡的时候呢 切了鸡丁之外 还有什么花生啊 是吧 这个黄瓜丁啊 等等之类的 然后炒在一起给他吃辣椒 是吧 炒在一起给他吃 左宗棠非常喜欢吃这个菜 所以这个菜呢 后来就很有名 而且后来就传到了国外 就像刚才您讲的 是吧 那么国外人呢 就把它叫做左宗棠鸡 那么实际上我们呢 大家上饭馆去 你们都可以吃到 你们天天都可以吃到 你们可以点一个公宝鸡丁 因为公宝鸡丁就指的是左宗棠 左宗棠叫左宗宝 因为他本身来讲呢 这个他是总督 当过这个敏哲总督 也当过这个散干总督 是吧 因为往往他这个总督都给他一个贤 叫太子太宝 或者叫太子少宝 是吧 那么这个太宝也好 少宝也好 总之都称之为公宝 所以呢 那么人们也称他为左宫宝 因此这个鸡丁呢 就叫公宝鸡丁 好 谢谢杨先生和我们来分享这样一个有意思的典故啊 那接下来呢 我想请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提问 教授你好 我们比较一下清朝的中兴三名城 那么就是曾左李 首先李鸿章是北洋水师前去覆没 丢了台湾 那么曾国藩 这个曾国藩一生小心几身 左宗棠收复了新疆 那么为什么左宗棠到后来 很多人甚至给他这么很低的评价 而且当时很多政治文人都对曾国藩是非常 评价是非常高的 这是不是我们民主文化中 我们值得需要反思的一个地方 谢谢 刚才讲到对于左宗棠的评价和对曾国藩的评价 我想他们恐怕 在这个某一个时代里面 评价应该是大体都差不多的 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个问题 我举个例子 如果在文革中间 他们肯定都是罪该万死 千刀万剐的人 他们之间没有区别 不是说曾国藩做九十九刀 左宗棠多一百刀 是不是 是吧 好 注意到中国很多的所谓的政治家也好 政客也好 所谓的文人也好 很多人都对曾国藩的家信都非常的推崇 曾国藩的那种 那种为人处事之道是非常推崇的 包括毛泽东 对那为什么一个为国家争取了六分之一领土的人 却没有后来被这个国家很多人都为什么这样容不得他 这样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这是刚才你讲的 这跟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儒家文化 应该是有关系的 这个曾国藩是很会做人的 左宗棠是很会做事的 这个两个人是不一样的 一个肌肉 这样落后的国家是需要做事的人 还是更需要做事的人呢 谢谢 是这样 我们需要踏踏实实做事的人 对曾国藩也不能说完全是一无是处 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还要有一种这个比较客观的 比较公正的 从方方面面来进行观察 我们今天对曾国藩的评价和以前也不完全相同 你好杨教授 你好 前面听你讲到左宗棠当年在任陕改总督的时候 他对当时的西北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包括一些生态的治理 还有半场星夜 还有文教的振兴 整顿励志等等 那我想今天想请问你的是 你觉得他的这些举色 对我们当今的西部大开发有何借鉴之处呢 谢谢 我想这一点来讲 恐怕有这么几点可以值得我们借鉴吧 第一点就是他在这个西北地区啊 新办近代的工业 一个地区 我想要真正的经济上振兴起来 如果没有工业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来讲 就是我们讲发展 讲发展也讲在生态的平衡吧 左宗棠在西北地区大种树 是吧 那大力的提倡 他的军队就是一支种树的排头兵 是不是 到处种树树 就是到处种了几十万树树 有人讲 从兵州 一直往西走 那么到处两边都是 这御荣帷幄 那个树已经种得已经成林了 所以才有我们把这个当时 左宗棠做的这个树 后人把他叫做左宗柳 那就是大家纪念他 我们今天不能总是在砍树吧 破坏生态 最后我们是会受到惩罚的 左宗棠一百年前 一百多年前就懂得这个道理 他就这样去做了 这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人来借鉴 非常感谢今天您给我们做的演讲 那最后呢 还有很短暂的一点时间 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在晚清这些历史人物当中 特别是在这些众臣当中 您认为左宗棠他最独特的地方是在哪 我认为他最独特的地方 就是他这种 这个炙热的爱国的热情 那如果请您用一两句简单的话 来评价他的这一生 描述他的这一生呢 这里面我想 我用这个有人在他去世之后 送他的一副晚联 来说明这一点 这副晚联是怎么讲的呢 说一生不谈何一事 千秋为有左闻香 所谓和议我想不是一种平等的和平谈判 在清朝政府那个时候所讲的 在那个我们中国近代时期所讲的和议 实际上是投降的代名词 因为你是一个弱骨 你是一个穷骨 人家总在打你 打你打到你实在想投 想求何的时候 那你只有投降 只有签订 屈辱的条约 那么也就是说 一生 不愿意做屈辱的事情的人 那么当时恐怕只有一个左宗堂 这是他这个晚联的意思 好 谢谢 我记得在刚才演讲的过程当中 杨农良先生还提到了 左宗堂他自己的房间当中 有一副对联 上联好像是身无伴母 心忧天下 下联的是独破万卷 神教古人 其实这副对联是左宗堂 他自己在23岁结婚的时候 自己写了 然后放在新房当中的 我一直都觉得这副对联 可能是对左宗堂 他自己对自己的勉励 其实也是他一生 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 杨农良先生走进了 我们的大讲堂 和我们一起探讨了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 在整个中国已经没有了那种 秋风扫落叶般的霸气 没有了那种直点江山的 豪迈知情的时候 左宗堂有着怎样 和一个近代社会发展特征 所相适应的独特气质 和思想底蕴 再次感谢杨农良先生 也感谢我们今天 在座的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 下周同一时间 世纪大讲堂 我们再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总